房地产是一种看似比较稳健的资产 但同时它也是一项风险很高的投资 买错房子就会像一个黑洞 每个月把我们的收入现金流悄悄的偷走 就算你在努力工作增加你的主动收入 还是会被这一间房子拖后腿 那有钱人是怎么样去看待房地产投资策略的 在上一期关于杠杆债务致富的视频 很多朋友就在下方留言 希望我们可以做一些关于房地产赚钱的方式 今天是为自负就来跟大家深度交流 我会在这支视频和你分享 有钱人究竟是如何杠杆房地产赚钱的 买房子很有可能是我们这一生当中 唯一一种以极低利率就能够撬动巨款的杠杆 也有可能是金额最大的一项投资 因此不论你当下有没有计划买房子 我都建议你可以花10分钟时间 把这支视频认真看完 我会用5个层面给大家做出分析和总结 让你对房地产的投资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认知 我还是提醒一下会在这个频道和大家分享更多 关于财商教育和个人成长视频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内容有兴趣 记得订阅我们 让思维致富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思维认识的升级 首先我们买房子需要搞清楚一件事情 买房子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买房子的目的只是为了自住 那你需要做的研究就是自己喜欢哪一个社区 喜欢怎么样的户型 刺激的能力到多少 但是如果你希望拿来投资 那你需要问自己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你肯定会说投资肯定是为了利润的 那房子的利润可以分成两种 资本增值和租金收入 你要的是哪一种 我们来看看资本增值 简单来说就是买入一间房产之后 只有一段时间在卖出 所以就是售价减掉成本 等于你的资本增值收入 想要增加你的资本收益 只有两个方法 提高你卖出的价格 减低买入的价格 减低成本 我们需要具备比较好的谈判技巧 判断一间房子是否值得 我们投资 比如拍卖屋 比如一些紧急需要资金要赶快出售的房东 甚至是有渠道找到被低估的房地产 那第二个选择售价提高 就是持有一段时间之后等房子涨了上去再卖掉 这两者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那我还需要给大家科普一个新的词汇 叫做资本蒸发 Depreciation 贬值 什么是资本蒸发 举个例子 我们开了一家餐厅 我们需要花一笔钱来进行设计装修 如果餐厅经营不顺在一年之后就清盘倒闭 这原本的装修设计成本也将会随之蒸发 同样的理论搬到房地产投资 我们在购置新房子之后开始装修设计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卖出的时候把这笔成本计算入内 这投入的装修成本最后就会蒸发 很多朋友在买第一间投资房之后会花很多的钱在装修设计在出租出去 但是却忘记了计算其中的成本 我们需要怎么样计算 举个案例 一间公寓我买回来100万 我可以出租3000块钱 但是我想要透过出租长期持有 我用了10万块钱装潢买家具 但是这笔钱装修下来 只是为我增加了1500块的租金 10万除以1500 就相等于需要67个月才可以回本 这当中还没有计算67个月之后的家具损坏 折旧成本 所以我们就需要去计算每笔投入可以获得多少的回报 是不是合适的才来做决定 我不是说不要进行装修和设计 而是怎么样用最低的成本把收益最大化 这就牵涉到第二条 怎么样提高租金收入 接下来我们来探讨第二项租金收入 如果我们购置房地产的目的是希望建立一项被动收入 我们就需要计算好 房子的年回酬大概是多少 计算方式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 就是用月租金乘以12个月 再处以我们购买房子的成本 比如买了一间100万的房子 每个月租金3000 3000乘以12等于36000 36000再处于100万就是3.6% 年收益就是3.6% 这还没有包括保险、物业等等的费用 这里的关键有两个 第一每个月的租金收入 第二个是我们房子的成本 我们来谈谈租金收入 租金收入是来自于租户的数量乘以单位的价格 所以如果是想要提高房子的租金 我们可以选择把一间房子分开变成房间单位出租 或者从原本的月长租变成短租 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方向 我们可以怎么样设计比较好的租金收入呢? 可以用四个阶层的思维 第一层是比价格 同一个小区 其他人租2000 你租1900 这个是最低级的价值价格 第二层是价值竞争 我们可以把房子简单的装修、设计布置 让住户住的开心、舒服 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解释 很多人也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需要计算好 投入和收益是否成正比 是否值得 那么到第三层就是服务价值了 这个就比较具有技术性 比如说我们把整间出租的模式 变成了房间出租 我们可以安排每个星期 都有清洁用来打扫 或者安装置门所 甚至如果在大学区 可以赠送一些优惠券 洗衣服的优惠券 食物的优惠券等等 虽然这比较麻烦 但是经营者的麻烦 就代表了租客的方便 这也有助于 我们可以更好的出租房间 第四个阶层就是品牌的竞争 这个就比较高思维 一般也比较难 你需要在特定的区域 有多个单位 然后还需要一定的投资额 我们就先不展开 那如果你问我 如果初始投入的资金不够 怎么办 我们来谈谈二方东模式 那我们简单介绍了 以上两种方式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 如何利用别人的资源 去建立自己的管道收入 我们可以透过二房东的方式来经营 做好研究 找到房源 再透过分房出租或者短期出租 提高每个月的现金流 我们先来谈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间好好的房子 房东需要用比较低的价格来出租给你 再让你转租出去 而不是自己租给租客呢 我们需要抓住房东讨厌麻烦的心理 租客可能会三天两头就来个水管爆裂 热水区坏了 或者搞坏一大堆东西 直接弃租 人也找不到 怎么办 如果再加上房东 人在外地 就会因为麻烦 而更加愿意让你来管理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抓住这个市场需求 那我们明白了 以上三种做法之后 我们再来谈谈 上一集提到的 再融资 我们在上一期有提到 可以透过再融资来做一个保险机制 透过再融资继续持有房产 房子就算下跌 我们也用了比较高的估值来套现 房产就算上升了 我们依然继续持有房产 可以享有资产价格上涨 带来的红利 这里需要注意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银行给予的房产估价 第二个是个人的贷款能力 第三是最大的环境因素 比如说银行调整的利率 银行的接待意愿 整体环境等等 理解了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继续说 再融资可以用于两种场景 刚才提到的 为自己做一个保险机制 就是使用了加额贷款 Top-Up Loans 是依据房产目前的市价 来增加贷款的额度 适合需要马上套现的接待者 每家银行的政策都不一样 第二种可以再融资的方式 是债务转移 举个例子 我现在从头上已经有一间 付完贷款的房子 但是同时 我手里也有很多其他的债务 个人贷款 信用卡贷款 或者是生意上的贷款 这些债务利率都是属于比较高的贷款 所以我可以透过债务转移 把这些12% 15%的债务 转移到只有3%到6%的利率 房产债务 而且工期也可以拉长到10年20年 帮助我们保住现金流 这是银行提供给我们的一种解决方案 我们需要多了解 才可以为自己制定利益最大化的方案 第五个想和大家来谈的是 商用地产 包括工厂 工业地 办公楼 购物商城等等 一般上商用地产的价格都会比较高 会建议大家要用公司的名义来购买 需要的是一家拥有稳定现金流 盈利能力强的企业 如果大家没有这么大的资金开始 可以先从REITS 房产信托开始 以新加坡为例子 在新加坡的40多次REITS当中 在疫情之前 平均股息收益率都在6% 这算是蛮不错的 大家或许会对REITS的理解还不足 到底什么是REITS 你可以想象REITS就像是一个篮子 把多项商业地产装进了这个篮子 再分割数百万份 卖给散户投资者 假设我们是以投资者成分开始 将钱投资在REITS的基金里 就代表我们已经购买并且持有这家公司和资产股权 在赚取租金收益之后 公司会以分配形式来派发股息和利润给投资者 简单来说想要投资房地产 但是拥有的本钱不多 不妨可以考虑投资REITS 而且启动数额比较小 流动性也比较强 当然啦 如果你想靠REITS来赚大钱还是比较难的 这是一种相对稳定赚取股息的投资方法 最后我想说的是很多人认为房地产投资资金需要很大 风险很高 确实如果你对这一块领域没有知识 没有调源就购入风险肯定是很大的 但同时如果你对房地产投资的知识比较完善 它是一个可以帮助你敲动债务累积自己资产的好方法 投资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没有知识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透过了5个层面 让大家比较全面理解房地产投资策略 那如果你对其中的哪一项想要特别深入的理解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是思维致富的全部内容 希望你在迈向更好生活的路上 由我们一路相伴 也欢迎你把今天节目转发给三个身边最要好的伙伴 大家一起督处进步 如果你想要在下一次看到类似的知识性节目 可以订阅思维致富的频道和按小铃铛 也可以follow我们新开的IG 定rich.ig 让思维致富每个星期陪你做一次思维认知上的升级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